今晚深喉咙 勇多深 花多深 满载金纸的小货车行进路口时 突然从车尾窜出火势浓烟米闷 才一下子整台车尾的金纸堆收成一团火球 小货车在21号下午5点多 打算将这批金纸再往铺都会唱 开到一半车尾却突然烧了起来 但怎么会无故着火 这样不少人都坦言 冬立奇远很难不联想到好兄弟 眼见火势越烧越旺 不少民众见状 有人从工厂冲了出来帮忙灭火 连两名派出所远景急忙扛着 亮支灭火器加注救援行列 好在居民跟远景热心加注灭火行列 才没有酿火 但冬立七月街访议论纷纷 也让这起着火意外 添加几分神秘色彩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导